香港監察人權組織主席羅傑斯 近日在加拿大國會 家中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批評 港府抓捕黎智英和周庭等民主人士 並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 羅傑斯稱讚加拿大政府因國安法 終止了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並提出幾項建議 如對侵犯人權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香港官員 實施馬格尼茨基制裁 支持在香港設立聯合國特使 和聯合國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 以及與他國合作 為需要逃離香港的人提供庇護 8月9號 加拿大在內的五眼聯盟發表聲明 要求中共兌現一國兩制承諾 並敦促港府儘快舉行選舉 新唐人記者 朱鋒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朱鋒 加拿大 明天在四愛國م 賓國印 政典地 市民地 市民地 這首都群學校 賓國元主人 會支持 therefore 讓他們舉行選舉 如是 在這四國代 博士 市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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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地都行入